选边整列之后的油风会送到执政筒 经过执政机送到油风夹料的定位点 机械手臂从夹料点将油风夹起 送到旋转主头 定位之后开始做周边的作业 右边完成的油风会经由机械手臂 送到左边的夹料平台 然后毛边会经由管道送到后面 送到夹料平台之后油风会送到 装备油风的定位点 装备糖黄的定位点 糖黄的进尿方式是经由旋转磁盘 将糖黄吸入进尿管道 进尿管道落到糖黄的定位点 糖黄的定位点 会将糖黄送到装糖黄自聚 具有装糖黄自聚下压 会将糖黄装上油风 装上糖黄的油风会在它的下一关 做糖黄有无的检测 油风将会经过接触性的检查 检查糖黄有没有正确的放在油风的定位点 确定有装上糖黄的油风会经由落料管道落到成瓶桶 NG品会在这个地方放到NG桶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试验 来确定油风的弹簧剪知机构 是不是能够确切的把油风 没有装上弹簧的油风打入NG桶 现在我们先将弹簧 从弹簧自聚上 敲开 现在这个弹簧自聚是没有弹簧的 所以说这个油风是没有装上弹簧的 它在下一关 弹簧检查机构上面 检查不到弹簧 所以在它的下一关 这个地方应该是NG 所以这个地方打入NG桶